今天接種的是65歲以上的喔 年長者早起排隊打流感疫苗 似乎已經成了常態 但根據疾管書統計 截至10月26流感疫苗 通報不良反應上升到76件 嚴重不良反應高達25件 出現心肌炎 呼吸困難 休克等症狀 其中13件延長住院危及生命 甚至有4例施打後通報死亡 引發民眾熱議 難道是流感疫苗出了問題 對此衛福部長陳時中 親上火線 萬間召開 記者會說明 大家把不良事件當作是副作用 這兩個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 強調兩者不能一概而論 因為流感疫苗通報 不良事件死者共4人 3名女性及1名男性 年齡介於62歲到77歲 其中1人施打國光疫苗 3人施打塞諾菲疫苗 死因皆為心血管疾病 包括蜘蛛膜下腔出血 動脈瘤破裂 急性心肌梗塞 還有主動脈玻璃等 專家研判死因跟流感疫苗無關 都是我們常見的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 跟我們的疫苗 在專家認定裡面 關聯性非常的低 在施打這個族群的話 就本身就是一高風險的族群 所以原則上這個族群 本身它的心血管疾病發生的機率 就會比一般人高非常的多 另外通報非嚴重不良反應 共50件 根據衛福部統計資料 五大族群 包含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疾病者 出生未滿六個月嬰兒 先前接種疫苗 六週內曾發生周邊神經病變 已知對蛋嚴重過敏者 或是經醫師評估 不適合接種者 屬於高風險族群 不建議打流感疫苗 陳世中認為 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要停打疫苗 解陽相遇 陳嘉倫 台北常報道